火锅店里有一对男女 女人的名字叫小北 男人的名字叫肉团 你绝对想不到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 肉团流利地把菜盘里的食物倒进锅里 留下了芋头 他贴心地加了一只煮好的虾子给小北 吃虾吗 小北说自己从小对虾过敏 婉拒了对方的好意 肉团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 利落地把虾咳剥了 再次拿到小北面前 小姐 吃虾吗 看着如此一番骚操作 小北一阵头昏 晕了过去 醒来是小北发现自己躺在肉团的怀里 嘴里还嚼住美味的虾子 看来眼前这个男人不简单 剧情慢慢展开了 接下来不管吃什么 肉团总会贴心地帮小北服务 烤肉会帮忙烤 火锅会帮忙煮 就连小北最爱喝的珍珠奶茶 一分糖去冰牛奶捡拌茶味浓一点 肉团也都记得一清二楚 每次小北问肉团想吃什么 肉团也总是笑着说 莫关系 你就点两样你想吃的吧 其实想知道对方是否把自己当真爱 从吃东西的小细节就能分辨 从此两人开始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镜头一转 有天小北跟两个朋友去吃午餐 他拿起了一只虾子 试住自己剥壳 却不小心划破了手 我的老天鹅 这他妈什么情况 十年前十八岁的小北 没想到十年后自己竟然二十八岁了 这些年来 他连一只虾都没剥过 新奇的小北又失了一次 手依然被划破 看着小北喷血的双手 所有人都惊呆了 晚上回到家 小北把事情告诉肉团 他因为害怕被宠成一事无成的废物 所以必须离开这个舒适圈 他不顾肉团的阻止 扬长而去 这天小北口渴 来到一间饮料店 店员亲切地问他要喝什么 小北犹豫了 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 店员鼓励他 勇敢地说出来 小北试图说话 他的喉咙却只能发出汁污的声音 难过的小北只好污住嘴逃走 第二天 小北肚子饿 来到一家餐厅 卖香鱼跟卖脆鸡 这两个他都很想吃 要是肉团再就可以两个都点了 他站在柜台前犹豫了三个小时 不料被店员查觉到异状 把他赶走了 已经饿了三天的小北 一个人回到了最初的火锅店 一样的座位 一样的菜盘 一样的瞎子 只是现在无人拨瞎了 颤抖的手伸了出去 强烈的阴影让小北却步了 他望向那无缘的瞎子 准备像往常一样起身离去 可就在这时 菜盘上的菜被倒入了锅里 两块被抛起的芋头 被一只熟悉的手 妥妥接住 还是那个骚操作 同样的一句话 小姐 吃虾吗 小北怎么也没想到 原来肉团一直在暗中守护住自己 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肉团 露出了夜神月的微笑 电影至此结束 每个人生都只有一次 找个知道 如何宠自己的另一半吧 关注我 下集更精彩